都是問港交所388 這個是Kinder 他就說想買388沒有課的 什麼位置會比較好呢? 另外一個朋友就問你 今年怎麼看? 今年有機會上網多少? 現在始終你說要 preview 整年的趨勢難度很高 例如河烏打仗 會演變成什麼事件 會不會練到北約都要參戰 這些黑天鵝事件沒得猜 另外就是疫情 你說病毒怎麼變種也猜不到 我只能夠用一個很基礎的概念 我就假設這些很極端負面因素 不要說再發酵 不要說再惡化下去 現時港交所的估值 或者其實整個港股都好 我覺得都有些的吸引力是出現了 如果你說接下來 剛剛說的黑天鵝事件 沒有再出現的 你這些價位買 我覺得其實你拿回可能一年半載 就應該會有機會彈回 譬如去380元至400元 那港交所本身的基本面 就不用多說 就一定不是差的 那這段跌下來 就是受到整個大市的氣氛 同時也都令到新股上市的意欲 是受到影響 才令到股值是跌了下來 所以很多時候大家問我買不買 現在看到股價好像很多都跌了很便宜 那你就要駁一鋪 或者你駁完就駁病毒 不要再變種 那接下來 或者世界能夠是和平的 那你駁到這兩樣東西的話 是 但是現在這個時刻 買很多股票都是超值的 是 但是 剛剛Jason就說了兩個關口 都要過 可能要等待一段時間 好